哎 你说我要一直这么给大家打火播 大家能喜欢看吗 嘿嘿 哈喽啊 大家 今天小V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特别有意思的AI工具 它可以完全把任意一个视频里的人物表情 或者你自己录制的表情 还原到你提供的任何一张有五官的图片素材上 最厉害的是 不光是人物 哪怕是动物也不在话下 大家可以看到啊 用这个AI工具复制的面部表情非常真实 几乎让人感觉不到是由AI生成的 你甚至可以让视频里的人物 实现面部表情与动作的完全一致 小V觉得这个AI软件就很像数字人的原理 但区别是 你只需要提供一张图片 就可以控制它做任何表情 还有说话时的口型 再进一步地想 那我是不是只需要提前录制好一段带有动作视频 以及提供一个我自己的表情和口型 还有声音的素材 就可以实现一个完全是自己形象 动作 还有声音的数字人啦 最最关键的是这个AI工具 它还是开源免费的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 有这方面需求的小伙伴再也不用为 各大AI工具的数字人功能互费啦 好啦 话不多说 我们就来看看这款神奇的 由快手机可灵之后推出的开源免费AI工具 Live Portrait 我可太喜欢订阅加收藏啊 朋友们 好 打开Live Portrait的网站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效果演示 以及模型训练方法 Live Portrait呢 是支持本地部署的 Windows用户可以从Hugging Face或百度云下载软件包 当然 如果你没有一张好的显卡 无法本地运行 也可以在Hugging Face上免费体验 我会把下载地址和在线演示网站 放在视频描述和置顶评论当中 OK 我们点击这里的在线演示 就来到了Hugging Face的演示界面 左边提示我们在此处上传图像 然后右边是上传一个视频素材 下面是Live Portrait为我们提供的视频素材 我就选这个来演示一下吧 视频上传好之后 我们在左右上传一张图像 就用小V的头像来演示吧 传完之后 我们点击下方的Anime 好了 视频已经生成了 我们来看看效果 你可能会问 那我自己下载一个视频 传上来行不行啊 那我们就从网上找一个 不怎么会唱歌的人传上去 然后我再找一个最拳打得很菜的人 把他们都搞里头 看看会揉出什么效果吧 不知道你们看完什么感觉哈 我的肚子反正是快笑疼了 那真人我们试过了 如果把动物野家里面会怎么样呢 好 我们就用这只聪明的猴子来做演示 那大家了解了Leave Portrait的功能后 可能会拿朋友的照片来恶搞一下 或者上传到各大媒体平台来赚取流量 又或者像前面小V所说的 用来制作数字人 甚至还可以让曾经的一些经典影视 还有歌曲重现 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可以应用于电影制作等专业领域 比如科幻电影 历史题材 还有动画电影中 大幅简化了肖像动画 或者动态捕捉等制作流程 节省特效制作的时间和成本 提高电影制作效率 可以轻松实现对历史人物 或虚构角色的面部还原和再创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如果觉得有帮助 狠狠地来个订阅 点个小铃铛 支持我的工作 我会为大家推荐更多更有趣的工具干货视频 拜拜